穿著白色外套 綁著後馬尾的媽媽 先是在賣場裡面 挑選運動服飾 看似沒什麼一樣 不過下一秒 女子像是對著 坐在沙發上的兒子 使眼色 下意識要他過來 這時可以看到女子 把手上的東西 遞給他之後 小男孩就像是 非常熟練似的 不慌不忙 直接往大門口走 奇怪的是 房道林也沒有想 女子發現之後 像是抓到機會 繼續偷 見店員一離開 把短褲直接往包包裡塞 你以為他要停手了嗎 並沒有 女子還假惺惺的 假裝在詢問商品 其實她已經鎖定了 下一個目標 摸了許久之後 又把一件上衣 往包包裡頭放 兒子坐在一旁 目睹媽媽的偷竊過程 等媽媽成功得手了 兩個人才大喇喇的 走出購物中心 誇張的行切手法 被網友PO上網 只不過這對母子 實在太誇張 媽媽也做了最快生效 接著宋香菱 旁邊報導 平好年代 MING PAO CANADA.COM